新竹這一局呢 我覺得大家就繼續往下看 民黨一定還有很多骯髒的手段 所以我對民進黨有信心 高黃能不能撐到那個時候是另外一回事 那那個什麼 那郭台銘的事情你怎麼看 你有沒有講過這兩天 我們稍微體驗一下 但郭台銘那個事情是 第一個 所有打影片是合成的人 我都覺得很蠢 因為一看就知道是合成 那第二個 郭台銘不能夠沒空嗎 所以那個時候第一時間 這個車我根本連上都沒上 結果後來郭台銘又發了一個說明說 因為我那時候在日本出差 所以沒有空 所以基本上他那一篇的文章 嚴格來說就是覺得高黃能比較好 但他沒有替高黃能拉票就是 那我覺得 那你知道今天有一個媒體人寫說 郭台銘的那個臉書PO文最後一句是 質疑要選誰當市長 就有賴於新竹市民的大智慧了 嚴格仁現在如果他這樣繼續撐著的話 那就是 什麼 撐著就會當選嗎 藍白的鄉鎮不是必有一傷 是跟著一槍抱著一起死就對了 這就是沈惠庸當選的機率是存在的嗎 你覺得 不是不是 沈惠庸當選機率以您跟人目前的表現來講是機會很高 就是很簡單 而且以民進黨的習慣來講 你看他那個爆料時間多精準 靖州刊爆料是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爆料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做民調 做完民調之後 明後天呢民調有影響 跟這一件事情就可以一路 對不對 就可以一路 欸 山地那個民調嗎 他可以在三小時之內做完一千份 你有看過這麼快的民調嗎 某日下午六點 對 六點 對 他這個做得了耶 你說這個有多厲害 如果做這麼厲害的話 今天晚上應該有可以再做完一個民調 我告訴你啊 查到永寧基因會那個事情就表示圖窮比線 就這一整攤 你不覺得打高鴻安打到這種程度很怪異嗎 一個新竹也就四幾萬人 高鴻安也就一個民眾黨的立委 你以為為什麼要出動這麼大的力氣 因為整個民進黨幕後要打的是郭台銘 他就是要動你非法政治獻金 然後想辦法追究你的責任 然後想辦法把你跟高鴻安打在一起 不然我們這樣講 以一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高鴻安不值得這種炮火 全台灣都在看高鴻安 全台灣的黑韓報導 側翼你認識人 沒有一個不在打高鴻安的 請問高鴻安要選的那個地區 人口總數有多少人 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比新莊區還要小 那你看 謝克陽要選的那一區是中立區 然後陳士軒要選的好像就是新莊區 你有看到新莊有這麼多人在關切嗎 我告訴你我直接講了啦 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因為我早就知道他這一局 就是要打郭台銘 那老子三季BNT 都是要感謝郭台銘 永齡基金會 實際跟台積電的時候 你他媽配合人家去打郭台銘 去打永齡基金會 那你覺得呢 你覺得是不是忘恩負義 是不是乾爲人殷權就是嘛 所以是郭台銘 他是目的 你一直說 侮辱我可以 罵到郭台銘 就是不行 就是這樣是不是 被人家利用罵到郭台銘 尤其愚蠢 國民黨被人家利用 用這種power 包含了全台灣所有的側翼 包含了三立民視 年代 嗯 自由時報等等等等 所有媒體就打一個高環 高環有那麼高的價值嗎 你自己講我直接問你 高環有這麼高的價值嗎 用這種 帝王級的規格 高環有沒有這麼高的價值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姓高 哎 那就沒有這個價值了 是不是 也不是啦 當然有啦 嗯 他打郭台銘加柯文哲嘛 因為郭台銘是2024年可能的 嗯 的參選人 那 那 柯文哲已經是確定的參選人了 嗯 我今天如果說 把他打下去的話 我就很簡單了嘛對不對 我就不怕2024年的時候 有人出來分票 一舉多得 因為我打了 要嘛 郭台銘覺得累 要嘛這個民眾覺得髒 然後總之我就 這麼好吃 一舉兩得 買BNT的時候其實 在那邊 猶豫那麼久也就是擔心郭台銘 買了BNT以後會受到 廣大民眾的愛戴 嗯 間接造成可能選舉上面的影響力 超過預期 嗯 投下2024年民進黨是否能夠連任的變數嘛 他要降低那個變數嘛 不要有任何人能夠挑戰 你們都可以出來選 哦 朱立倫選我想他可能也很歡迎 都來選 都來選 但是呢 沒有人選得贏 那就沒問題 但如果有人選 而且有可能選贏的話呢 那就是 存在的一個民進黨繼續執政的變數 這個事情 民進黨上上下是團結對外 他們是不允許的 民進黨現在的目的是在挑選競選的對手 唯一出來之後他們一定打不贏的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就是郭台銘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方法去打掉郭台銘 就是現在讓你藍白撕裂 高宏安被打到頭都認不出來 然後我們民進黨就會贏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講的都是這個樣子 現在你看到所有有聲力量都拿來打高宏安 你以為目的是什麼 高宏安當不當上新竹市長干我屁事 干民進黨屁事有這麼重要嗎 我告訴你一路到最後你現在看了 圖窮筆線地圖捲捲捲到最後筆手在這裡 那目的就是郭台銘啊 就這麼簡單 目的就是郭台銘 那他為什麼現在打郭台銘 他要把他會輸的對手排擠掉 排掉了之後就是這樣 以前韓國瑜 你以為為什麼民調永遠都韓國瑜第一 因為他們挑選的一個跟蔡英文所有的特徵完全相反 有辦法操作之後會選贏的人 那那個時候選郭台銘不行 因為他國際官 你是講什麼 確保好打的人能被提名對不對 確保會打贏 就是確保民進黨會打贏的人被提名 就這麼簡單 他的所有的運作在2020年就是這一個標準模式 就這麼簡單 其他不用多講 你各位仔細想想看 我跟各位分析一下 以前這個課嗎 一堂課四五萬了 我去跟民眾黨講了之後 發現大家聽不太懂 真心這樣子 那我先講 第一個 當時有沒有 蔡英文幾乎輸給所有的競爭對手 只有王金平 蔡英文贏他 那可是為什麼千挑萬選 最後是韓國瑜代表國民黨 第一個 賴清德跟蔡英文比起來 賴清德比蔡英文台 所以不能夠讓他出現 等一下 你等等 我就問 嗯 有 我就問 這是阿扁嗎 不是不是不是阿扁 是一個大陸的女孩子 我就問 如果2020出來選舉的是韓國瑜 嗯 輸了嘛對不對 但如果是郭海銘呢 他會贏嗎 會啊 所以把郭台銘弄得不能選就贏了嗎 不 不只郭台銘 我告訴你 那時候整個列出來 蔡英文是從初選一路在算計 他的對手怎麼樣 如果是賴清德出來選 蔡英文可能會被追究責任 你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連柯文哲出來喔 TVBS那時候 五月之前的民調 連柯文哲出來 蔡英文都輸 你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我講是沒錯的喔 所有在列在對立面的 除了王金平之外 民調不可信 民調不可信是韓粉講的啊 那後來看民調可不可信 我跟你講 我今天還瘋了一個媽 太誇張韓粉 每天來我這邊扯 他說可是到投票前 韓國瑜的民調支持度都贏蔡英文 我想說滾啦 媽在那個平行世界 他一直輸好不好 民調輸啦 對啊 什麼叫有點馬後炮 五六月的時候贏啦 對啊 我早就已經分析出來了 你們根本就不懂這件事情 所有韓國瑜的特色 都跟蔡英文截然不同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彈性 就是他完全沒有年輕人票 零 而蔡英文只要想辦法開發出年輕人票 你做這個姿勢他以為是錢 錢呢錢子咧 就零嘛沒有啊 不然要怎麼樣比三嗎 我覺得講白了 挑了一個合理的 謝忻介我都不記得是怎麼樣 他也是聖運棚 好 隨便 那我覺得邏輯很簡單 你挑一個你容易打 而且所有東西都跟你相反的 這是最好的對手